昨夜,我留宿此地啊 师民,这事你别怪你爹 昨晚上,我是为给你爹姐妹 请了两名妃子过来 谁知道,我们都喝醉了 嗯,我明白了 师民啊,冒犯妃子可是死罪啊 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爹,现在不称帝是不行了 爹 爹,你想,杨素在一旁虎视眈眈正愁抓不到马鲁 此事,若落入他耳朵,还不立时将爹爹定罪吗 你不是说,此事无人知晓吗 唐国,我说的是左板喝酒 这事就是传出去,也没什么呀 可是现在,你看这事 糊涂啊 糊涂啊 爹,如果杨素因为这件事治了爹爹的罪的话 那天下人都将使爹爹为 哎,你不要再说了 读此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爹,这是天意所规 你见着杨宝已死 各部英雄会为争夺地位而互相残杀 到时候就会封烟四起 而百姓之苦更胜今日百倍 所以,为解黎民之苦 现在需要有人站出来一统天下 第一,睡于天命 是时候 谁知此 可恋只能这样 打开 来,小心点 告诉你 这次,事情成了 终于成了 以前对姑娘多有冒犯 请姑娘不要见怪 这次,我还要多谢 不要谢我 我只不过出了个卑鄙的主意 是很卑鄙,但很有效 唐公已经称帝了 还没有 可我父亲已经同意了 那谢我未免太早了 明日一早 你马上去唐公府 以免变化 不到最后一刻 不要相信胜利 请 拜见爹爹 不知爹爹 一早召我们前来 何事 什么呀 你跟大家说吧 爹爹现在已经决定 自立为帝 那我去不要成公主了 爹爹 我也可以和小王爷 走走啊 你难道 就只想到这些吗 爹爹 这乃是大事 您就下决定 可否想清楚 这不是我想清楚 不想清楚的问题 我已是其火难下 我是不得已为之 那既然是这样 孩儿也无话可说 总之 是你至此 我想把大家找来 就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下 以后的事情 没错 爹爹自立为帝之后 群雄必群起而攻之 在大事底定之前 今后一定有很多的硬仗要 打仗我不怕 杀敌我最拿手了 爹 我的平原军也训练差不多了 正好派上用场 我和建成流手太远 市民麾下也都是精锐 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夺取天下 就能够耐 我和市民商议 我既称帝 就改国号为大唐 年号定为武德 从今日起 就为武德元年 父王万岁 万岁万万岁 如今 领建成为太子 市民为经兆国 奉秦国公 元吉为齐国公 谢皇皇 临旨 起来吧 父皇天命所归 我李氏皇朝的盛事 即将从今天开始 公子 那小子呢 回公子在花园里 公子 你干什么 快放开 要是我不想起来怎么办 不移 把谁放开 有什么不移的 人家男女才不移 你我同是男人 又何不移 反正就是不移 快起来吧 本公子赏识你 你别不知好感 可恶你 我李静 就算双脚不能行 可也非离开此处不可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兄台以为我李静 可以任你谢完的话 你找错人了 那我哪知道 谁让你冲空吃白 长得那么俊啊 要是你长得大把胡子 我哪会对你有非分之想啊 走开啊 你是 你是女的 现在是谁非离谁啊 平公子 不 平 平姑娘 我实在是得罪了 我真是没有想到你 没想到 我是女的 我以为你有那个 那个 龙羊之屁 你真是呆子 我本来还想继续逗你玩下去的 没想到 这这么穿了 真不好玩 姑娘为何 不着女装呢 女装多麻烦 说不头就要半天 我从小就这样 习惯了 可是姑娘 你别 姑娘姑娘的 你就叫我平阳吧 平阳 我想 你的家里 必定都是男儿吧 没错 我上有三兄弟 我是唯一的女孩 我娘常说 罚我生错了 我该也是个男孩的 不过说真的 之前我不知道你是女儿生的时候 我只是觉得 觉得你阴气体重 说真的 我觉得你不像个男人 是吗 那你是没看我带兵打仗 你要是看到我带兵打仗 你就不会这么说我了 天生万物皆分阴阳 本营男女就是要各安其位 哎呦 李大哥 别惊叹我了 叹叹你吧 你起气了吗 我 去了 哎呀可惜 那他死了没有 我知道了 感觉死了 其实是 生死未博 这块怎么说呢 他被仇人追杀 追了河中 后来 就不知我气得下了 对对对 我就是在河台上遇见你的 对了 你当时发现我的时候 有没有听说有人掉在水里面 嗯 我说实话 我没问 我实在不知道